剛剛這一題,那如何把剛剛的時數加過來 那加過來的方式大概有,可以用幾個函數可以玩,比如說我今天要查這個人 去哪邊查呢?去這邊裡面的,這個範圍裡面查 查他裡面有,有沒有?如果有的話呢 就把他的什麼呢?第2欄的資料 幫我抓過來 OK,那其實至少有兩個函數可以做到 像如果查詢的話,一般用最多的話,查入函數,裡面可以用到一個叫檢視與參照的函數 其實如果用查詢,你只要查資料的話,一定要會有一個函數,叫VILO函數 不過這個,這一學期大概沒講到,下一學期會講到 檢視與參照的最下面一個,有一個叫VILO函數,這個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函數的話,如果你在EXELL,你說你不會這個函數,說真的 那等於你不會用EXELL 為什麼?因為這個函數呢,基本上在用EXELL的過程當中,一定會用得到 他有點像把EXELL當資料庫 去查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這個人 查王庆路這個人,去哪邊查? 去這邊查 查完之後,幫我把結果帶 他的時數帶過來 那其實就用這個函數就OK了 他怎麼做?我大概跟各位講,一,VILO函數按確定 二的話,他會問你四個問題,不過你會發現他是稍微 這個函數 複雜度稍微高一點點 你要把這個四個問題答案給他,他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 那這四個問題 其實你也不用被他嚇到了 這第一個問題說 LOOKUP VALUE 其實中文意思說,你要找什麼資料啊 LOOKUP VALUE OK,LOOKUP就查詢的資料 查詢的資料是什麼? 我要查王庆路 OK,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TABLE是資料表 ARRAY是範圍 意思說,那你要查的那個王庆路在哪個範圍啊 我的範圍啊 特別是在序則2裡面 的哪裡呢 記得喔 他查詢有個規則 就一定要放在他的範圍裡面 第1欄 比如說我要查的是這個 這個是第1欄 這個第2欄 OK,就跟他講說 我要查的是這個範圍 你就選給他 然後他就到這邊裡面幫你找找看有沒有王庆路 有的話呢 再幫你把 第幾欄的資料 第2欄的資料 這個第1欄 查是查第1欄 那我要帶的話是第2欄 所以你把第2欄帶過來 OK,所以我們要填共 去哪邊查的 去 序則2裡面查這個範圍 裡面有沒有那個人啊 啊 有的話呢 請你幫我把 COL是COL COL是欄 意思就是說呢 相對於這個table array裡面 總共有 我剛剛講過 這邊有2欄 對不對 第1欄在這裡 第2欄 請問一下你要把 第幾欄的資料幫你帶回去啊 COL 所以特別是我要把第2欄帶過來 特別是我要查實數嘛 所以你就把2 這邊的話記得 輸入2 2指的是 那個範圍的第2欄 這邊有錯 多一個 OK 序則2的 驚嘆號 的那個範圍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那Range Lookout 你要查的方法是要找接近的呢 還是要找一模一樣的 我們輸入0 0的話呢 其實就FALSE 就是找完全一樣 有沒有亡侵度 好按確定之後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出現什麼 NA N的話是Nut A是Available 意思是跟你講說找不到 不過問題我們如果不要長張 那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再 再來 如果其他的會不會找到 記得把這個範圍的 3跟16先鎖起來 因為我等一下向下填滿 這個 要查的那個範圍不會變 會變的是什麼 會變這個 所以把 這個錢的範圍鎖起來 按個確定 好 然後我們把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找到的人有沒有 他就正確了 那可是找不到的人呢 他就會變成緊NA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 那如果我今天 不希望他那個 有錯誤訊息的話 有錯誤訊息怎麼把它顧慮掉 我記得我們前面有講過 用一個 那個ifl的函數 這個過濾 所以 最後如果你不希望出現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它減下 特別之外 不包含 那個 vira的公式 然後你用那個 邏輯裡面有一個 過濾的 ifl ifl 就是過濾到錯誤 把公式貼到value 如果 value ifl 就是如果有那個 緊跟NA 怎麼辦呢 幫我把它清除 清除的話就兩個雙 這樣OK 來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不對 應該是輸0才對 OK 所以 ifl的話 大家剛剛是清除 把它改成0 意思是說 他沒有時數 這樣比較OK 所以把它向下再填滿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 大公告成 有沒有 有參加的 就給他應該有的時數 就把它查過來了 那沒有參加的就可以0 OK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 你們 要找資料的時候 如果你不會懂得用到vira的反數的話 說真的 那你永遠做不完 所以我講過了 社會裡面目前 我發現 這個重要性 如果以那個重要性來看 應該vira應該可以排到蠻前面的位置 尤其在你在職場上工作的話 如果你不會這個函數 說真的 說真的老闆可能還要考慮一下 所以也許你面試說被人家問你說 你會不會 會 你說vira怎麼用 講講看 你就撒住了 老師講過 但我全忘了 等於有學跟沒學 所以你就可以敘述一下 你說vira 我知道怎麼用 他總共會有 四個參數 第一個跟我要什麼資料 第二個要什麼範圍 有沒有 第三個呢 要把查詢到的那個範圍的哪一欄帶回來 第四個查詢的方式是要完全一樣 如果4的話就0 如果不是就1 就早接近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應該沒問題吧 試一下 來吧